你这一点说对了 但是这种组织方式的不同 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组织方式的不同 是因为它们的应用了 因为文件的话是比如说一个文件的话 在发送服务的时候 一般传的都是一个文件为主体 然后如果要管理数据的话 更好的是对资料为单位进行管理 应用的不同 好的 这样你可以关掉麦克了 我来讲这个问题 我还是同样模拟这个场景 如果这是研究生面试 的时候的一个问题 刚才这两位同学我相信 比较难通过面试 因为很重要的几点没讲 文件系统和数据库都不一样 我们说数据库就几个关键词 数据库比文件系统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安全 数据库是很安全的 多层安全机制 你就是把整个数据库从我家里拷贝到你家里 这个里面你尽管能看到数据库重放的那些文件 但你搞不清楚数据库那些文件之间的关系 你进不去的话 你是那些都是因为它是把数据离散的放在一个地方的 但是文件系统如果你从我家里拷贝到你家里 你通过一些手段是可以读出来的 所以数据库第一安全 当然有的同学说我文件系统也可以做顶级加密 这个也是安全的 这个没错 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安全之外 第二个最重要的数据库支持并发 支持并发 文件系统很难做到支持并发 文件系统可以支持什么呢 可以支持多个用户的读写 但是你不许错开 你不能并发 并发是什么呢 就是同时同时啊 同一个时刻梯 500个用户对这个数据库进行操作 有的读有的写 有的读有的写 有的查 有的读有的删 当然你不能对同一条记录 可能是对不同记录 但是对同一个库同时 那么这就是数据库 他会支持这种并发操作 并发操作 这个是数据库区别与文件系统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并发 所以在并发里面就有 当然这个并发有长事物 短事物这一说 短事物 事物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比如说 大家登录数据库收一下你的邮件 比如说用Focusmail要收一下你的邮件 那么他的这个过程就是打开数据库 登录进去把邮件取出来下载到本地 然后就关掉数据库 关上数据库 关上门 这个是个短事物 短事物就是时间很短 一下子就完成了 那么有一些是长事物 比如说大家打开你的工商银行的网商银行 造商银行的网商银行啊 看看自己还有多少钱 然后在里面操作一下 那么这个连接啊 你带连接进去的时候 这个连接是个长事物 就会长期的连接啊 一直保持这个连接 那么直到什么 直到你退出 他不会中间 所以一下子就完了 所以这是长事物 所以数据库支持长短事物 也支持并发 另外数据库还有一个好处 他支持什么呢 支持多人协同 多人协同本质上也是并发 因为它是有并发特点 所以他可以支持很多人 同时可以访问 同时进行操作 是吧 那像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上这个客户群里 上这个课 这个长事物还是短事物呢 显然是长事物 我这里分享屏幕 我这里不断的说话 腾讯公司要支持我们这个连接 一直要保持的 这叫长事物啊 长事物 而且呢 我在这里上 大家同时可以看啊 就是说我的每一帧的画面 要同时传递给这么多同学 但中间理论上一定有个极微小 极微小的一个时间差 但是呢 给大家的感觉是几乎是同步的 所以这就是数据库的这种好处 数据库的好处 所以啊 要深刻的理解数据库和文件系统的好处 但文件系统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 不是 文件系统也有它的好处 第一解单 大家有时候往往忘记说解单还是一个好处 有的时候解单确实就是一个优点 解单 所以这是这个文件系统和数据库的这个区别 所以我们就讲了这个移动端的这种各种数据库啊 那么这种数据库我们也称它为叫做什么呢 嵌入式数据库 这里以这个sqlite sqlite有个specialite这样的一个空间扩展啊 它这空间是扩展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所谓的空间扩展就是增加了能够支持 呃空间对象的能力就包括点线面啊 所以这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图 那我们下面来看下一张 PPT那这张图就是讲这个数据的组织移动端 怎么样和这个总数据库啊 之间进行这样一个交互 那我看左边的这个图一个应用 它后台有一个总数据库 这个总数据库里面呢 它会支持很多移动终端 每一个移动终端上面又有一个移动数据库 那么这种架构就是一种多分一种多分的这种架构呢 它必然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总数据库和各个终端数据库之间的一个信息同步的问题啊 信息同步的问题 那么这就说我们这些移动终端数据库怎么样同步回总数据库里面去 那么这种数据组织方式有这么几种啊 一个是文件一个数据库有的是用文件和加数据库啊 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那么数据类型呢 数据类型就是十亮 三格或者十三混合 那么数据重处的状态 你可以再一些的重处啊 就是每一个数据采集你都重放到总数据库里面去 也可以离线的采集先重放到你的这个手机的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在等你困鞋的时候再去同步到总数据库 也可以两者配合起来啊 都可以 这是一个典型的管理模式 那我们下面呢 来看第二部分移动数据的编译与更新 那么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编译 一部分是更新 那么问大家一个问题 编译 我们在学C语言和C加加的时候都提到这个词 那么在语言里面 在C语言里面 这个编译的目的是什么啊 那个陈金豹同学在吗 陈金豹同学 你能听到吗 可以 你回答一下刚才这个问题 编译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C和C加加语言里边编译 编译就是将 将我们写的 就是人类能看到的语言 就比如说点C 点CPP 这种就是我们人能看到 但是机器就是不能直接执行到语言 然后把它把它编译为 DRO文件 就是对 OPJECT的文件 然后经过编译之后 然后还需要进行链接 才能变为我们真正可以执行的 二进制文件 就是这样 没错 你刚才回答的是一个C程序 从高级语言通过编译 变成OPJ 然后再通过列结变成EXE 这个过程是对的 那么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要进行编译 或者说在编译的过程中 我们既然经过了这个Compile 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Compile 这个过程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能进一步的回答一下吗 这Compile过程 就是首先要对文件进行语法分析 词法分析 然后分析之后 然后把它转为 就比如转为汇编文件 之类的 就是一级一级的像 其他很近的 看得到语言进行转化 就是这样 好的 好 你可以关掉麦克了 刚才这个同学还不错 回答的准确 这个编译 这个词 实际上概括起来 就是几个动作了 首先是分析 我对你的代码 要进行一个分析 分析完了之后 我要对你的代码进行优化 编译其实更重要是后面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优化 第二个是压缩 压缩才能高效 所以编译 大家想一下 编译的过程就是分析 优化 和压缩 那么我们把编译这个词的这三个特点 用到移动数据里面来 是完全 可以的 也就是移动数据要进行编译 也是对这个数据分析 要进行优化 进行什么压缩 那我们下面来看 移动数据的编译 移动数据的编译就是说 用于移动平台上面的数据 所谓的移动数据 使用于移动平台上面的这些数据 因为移动平台有一些卸置性 什么卸置性呢 移动平台 当然现在的手机的这个计算能力 坦白讲 已经很强了 但是你要知道和同时代的桌面计算机相比 它依然是比较弱的 所以移动平台的卸置性体现在计算能力比较低 重处能力啊 卸载手机你最多512个G嘛 但是你想想台式机呢 随便买个硬盘两个T 对不对 那么写式的能力啊 都是比较弱的啊 那么桌面计算数据量比较大啊 这个PPT上这个地方是错的 这个地方也是应该是桌面 桌面计算 它可以结构可以做的很复杂啊 等等 所以这是平台本身啊 就是我们所说天生不足啊 天然缺陷 那么空间数据移动平台之间 这样就必然导致一个矛盾 因为空间数据我们经常说空间数据的几个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海量 多元 抑制 抑购 最后再加上一个可视化 一个空间数据它具有海量性 多元性 抑制性 抑购性 还有一个什么呢 它支持可视化 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这些特点和这个移动平台的低处理能力 低重数能力 低显示能力 就构成了这个矛盾 所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我们就引入编译这样的一个概念 编译大家已经刚才知道了啊 就是把高级语言翻译成 自己翻译成那个汇编的那个目标语言 是吧 就是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执行效率是最高的吧 那么空间数据的编译 它就是指整合不同的空间数据源 将空间数据啊 这里的空间数据主要是指使量数据 把空间数据的空间信息 属性信息 托普信息进行分类 转换 综合 分装 发布 大家可以看看空间数据编译的几个动作 分类 转换 综合 封装 然后发布 这么一系列的操作 然后把它编译成适合移动GS的数据的过程 我这里提到一个这里看到一个分类啊 我提一个问题吧 然后看看有同学怎么理解的 你们学过相关的课程 这个分类和巨类到底有什么区别 分类和巨类有什么区别 地性四班的宅冰雪 宅冰雪同学在吗 在 好的 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分类和巨类 他们两个都是用某一个标准 然后把一群对象 然后分成几个不同的大类 但是 但是 分类就只是简单的 简单的用某一个标准 然后把它们分成几类 但是 巨类 它们不一定是 同时满足 就是一个准确的一个标准 而是说 而是说 具有某一样 就是特征 嗯 嗯 嗯 就完了 然后 然后我就 就就这些吧 好的 好的 你可以关掉麦克了哈 呃 刚才这个同学的回答的基本正确啊 基本正确 呃 但是有一点还是要提醒一下 分类和巨类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应该上过这方面的课 我们系里应该像苏思良老师啊 温明老师给大家上空间分析啊 还有李金中老师啊 就说这些老师上的这些课里面肯定会给大家讲过这个的区别 先讲分类 刚才这个同学回答的很好的一个地方 就说分类你必须得按照一定标准 我先有个标准啊 然后呢 我把一堆数据按照你的标准科学的安排好 这就是分类 你比如说每天每年用人单位给我们一个标准 说我说任老师我要需要这个标准的人 那我呢脑子里就把心里的同学们快速的搜索一遍 然后哪些同学分成两类 一类满足这个标准 一类不满足这个标准 对不对 满足标准的我推荐出去 不满足标准那就不用推荐了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分类一定是先有个标准 然后对数据进行分类 但问题是有时候啊 这个标准是没有的 那个巨类是什么呢 巨类就是说有一堆数据 我让它天然的没有标准 根据某个特征 刚才这个同学说的 你的巨类就是根据你的某一个特征 然后你自己形成的一个什么呢 天然的一个类型 或者天然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呢就是巨类 所以巨类呢 实际上是对数据的一种探索 我看按照这个特征来看 这个数据它能够聚成什么样子 而分类呢是按照标准来进行这个分类 所以这是他们俩的区别 那么在我们这个空间数据编译里面啊 首先分类也是肯定是要先有标准 那么这个导航数据 它是有一定的标准规范的 分类完了之后再进行转换综合分装发布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数据编译的内容 预处理就不用讲了 预处理嘛 所有的数据处理分析之前 你做的工作都可以叫做预处理 所有的进入到正式的数据的某个操作之前 之前做的那些准备工作 大家一定要记住 以后在回答任何面试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预处理这个词 因为什么根据网界学生的这个面试 好多学生我们问他什么时候 在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然后啪啦啪啦啪啦讲很多 他讲不到点子上 或者说一件事情要分哪几个阶段 讲不到点子上 就是比较思维没有系统化 任何一个数据处理工作都可以分成预处理 处理 就是指针接的一个过程 最后输出 对不对 任何一个数据处理都可以分成这三个部分 然后这三个部分 你再分开讲预处理阶段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在处理阶段要解决什么问题 最后输出阶段要解决什么问题 是吧 那么这就是预处理这个词的作用 大家要会用 然后我们看这个转换 分类刚才讲了 转换里面就是 你要针对图形的转换 属性的转换 关系的转换 封装 我们转换完了以后要封装 封装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校验 要脱密 要加密 要压缩 最后发布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数据编译的原则 编译就像那个代码编译一样 你对应的是各种各样的语法 那么数据编译的对象 也是各种各样的数据 多元空间数据 要进行一个整合 多元空间数据 要进行一个整合 那么这里有的同学会 问心里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多元空间数据 为什么可以整合到一起 那是因为 所有的空间数据 是不是具有统一的空间基础 是吧 就是那几个妥球体 加地图投影 这大家都学过的 也就是不管什么格式的 哪个厂家生产的数据 你只要是中国的 湖北的武汉的数据 我都可以整合到一起 你为什么 空间基础都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这就是多元数据 能够进行整合的一个根基所在 第二个编译的原则是 在编译过程中 你不能经过编译 不能说经过编译损失精度 要在编译的过程中 尽可能的减少精度损失 也就是确保高精度 因为精度是整个导航定位的一个根本 数据都没精度了 你想你这个导航怎么会准呢 定位怎么会准呢 是吧 所以要保证精度 第三个要压出数据量 你想如果把全球的数据要装到手机里 你不压缩能行吗 一定要用很好 很好的压缩算法 这几年我们同学做本科毕业设计也好 做平时申请大创的这种研究也好 都喜欢做数据分析型的这种应用 或者说信息服务型的应用 我分析过我们地性专业 有一篇小文章 稍微晚一点发给大家看看 15年的毕业设计的数据 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停留在上面 不敢去啃硬骨头 你比如说 有没有同学想过去发明一种新的数据压缩算法 很多同学说那个太难了 确实难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一旦一个新的数据压缩算法 发明出来之后 那那个 他的应用面 你可以把这个算法卖给很多大企业都可以会买的啊 我们学校的那个师普张祖勋院士的那个团队 他就是靠一个摄影测量的一个算法 最后他的那个软件成果 包括代码 一水公司花了一大笔钱 把他买走了 然后就变成了阿克基石里面的一个模块 因为这就是算法的这个价值 你如果是做那种数据分析啊 的这一类啊 我们说数据分析就是讲故事这一类的应用 这一类的应用呢 那坦白讲是地理学背景的同学更擅长啊 也就是自然地理 尤其是人文地理的同学更擅长 我们地心的同学讲故事是讲不好的 因为我们老师上课没有教你怎么讲故事啊 但是人文地理的同学 你想人文地理 就是凶列学生怎么讲故事的 对不对 所以啊这个这是这类 然后做信息服务类的那种 那种项目啊 就是呃我要去做个什么app 呃 然后为学校提供 为学生提供学教室啊 然后就是给大家推荐啊 做各种服务的整合啊 这个确实和JS 这个要比讲故事我认为要强一些啊 呃 但是呢 这方面大家有一个 局限性就是这一方面 一个是企业呃 像腾讯啊 阿里巴巴啊 百度这些企业本身 推荐系统做的就比较好了 另一个呢 我们有时候拿不到那个规模啊 规模以上的那些数据 所以这个系统呢呃 做出来总是局限在小范围的啊 没办法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 所以呢 在 今后啊 希望有个别同学啊 能够 鼓起勇气去解决 去突破我们JS领域里面的一些核心的问题 不要认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尽管现在已经有人解决了 也解决的还可以用 但是一定没有达到这个最好最优啊 因为没有最好嘛只有更好嘛对不对 所以 要有一些同学啊 敢于去啃这种硬骨头 所以这个压缩数据就是其中的一根硬骨头啊 数据的压缩 我们现在不管是什么算法 我们现在用的算法 大家想想你们的压缩都是用的JPG啊 是吧 就是用的现成的软件的那个压缩工具 实际上你对那个工具背后的算法呢 海的了解呢 仍然是十分之有限 其实那些算法也都是人开发出来的啊 那么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这个编译之后能够把复杂变解单 因为编译前的数据库我们要考虑支撑什么呢 增商改查 要支持增商改查 增商改查 增商改查盖过起来就是 读的操作 写的操作 但是编译之后的数据我们一旦要发布到这个 手机上啊 你包括那个百度 大家想想你要下载哪个程式的数据 你下载那个数据包 那就是编译之后的结果呀 那么编译之后的数据是不需要考虑写操作的 只考虑读操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编译以后的数据包发布到手机上之后 是以读为主啊 以画图读取绘制为主 他不会什么呢 不会去 去写操作 所以在如果只是用来读 只读不写 那么大家想想 我是不是可以把数据结构里面的很多 与写操作有关的结构就扔掉了 这样是不是可以解化 解化 这个里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看一部DVD高清的1080p的DVD 然后现在那个拍完电影之后 那些导演通过剪辑呀什么之类的 最后生成一个高清版 哪怕4K这样的一个视频 大家都知道压制视频的过程 就是压缩的这个过程 可能会花好几天 用超级计算机来进行计算 花好几天的时间来进行压缩 但是一旦压缩完了之后 生成这个视频对大家播放的时候 大家想一部DVD就是一个半小时 或者一个高清视频 一个小时最多两个小时 那么在这个播放的过程中就简单了 那么这个过程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第五个编译的结果 还是要满足移动GIS 对空间数据快速读取和写示的需要 能够快速的读快速的绘 这是编译的这五个原则 所以这五个原则 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要对数据进行编译 你就回答这五点就够了 回答这五点就够了 那么编译的过程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编译的过程 预处理转换分装发布 这是一个全流程的 那么在编译的过程中 要有一个映射关系 就是从原数据到移动数据的映射 那么这种映射 实际上就是封城封块 封城封块 这和那个死量瓦片的那个过程是一样的 先约定它 你比如说道路数据 道路数据 那么封这若干个点 POI兴趣点 交叉路口等等 就是把一个完整的数据给它切碎了 那么 大家看这就是一幅地图 一幅地图 在这幅地图经过编译之后 放到手机上 就是这样的 再放大之后就是这样的 你看到这个界面之后 就应该想在手机上 就在这一部分的后面 是有个精字塔 这个精字塔 大家看 这就是整个精字塔的效果 就是它没有做 没有分级写实 把全部数据写实出来 但是它的数据 里面是有控制的 那么更新模式 就比较简单 一个是版本式更新 一个是增量式更新 可以是在线的 也可以是离线的 也可以你去更换 现在基本上都是通过网络的 那早期的一些车 它里面装个导航系统之后 你定期 你还要去更换一个SIM卡 SD卡之类的 再插上去 就是新版本在上面 那么现在基本上都是通过网络的模式 来进行更新了 所以这是各种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更新 好 大家再休息一下吧 我们10点10分回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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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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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然后 谢谢大家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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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留言 我们 我们 大家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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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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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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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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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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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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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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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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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